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教材的案例9 这个案例9在我们教材的231页上 说某施工单位与某建设单位前进了建设 到无线电发射实验基地施工合同 签了一个双方签了一个施工合同 合同工期38天 由于该项目急于投入使用 在合同中规定 工期每提前或退后一天降罚5000万元 含税费 你注意我们考试一般情况下都是说含税费 否则的话这个5000块钱将来在计算的时候呢 就比较麻烦啊 那还得考虑贵费和属赢 以防按时提交了施工法案和施工网络计划 如出所示并得到简离 甲方的这个代表的批准啊 这是一个双战号网络图啊 得到了批准 那又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个合同进入计划了啊 又是一个合同进入计划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首先需要给大家明确一下 他这个地方说恭喜每提前 或退后一天降罚5000块钱的这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公期降罚问题 这是我们考案例分析 非常容易考的一个题目 在这里我首先可以给大家一个定性的一个分析啊 那我要问大家 如果有一个题目呀 有一个项目 我们的公期 合同公期 如果说是50天啊 合同公期就50天 我们实际完成的公期是60天 是不是脱后了10天呢 我们说不一定 为什么 你初始的合同公期是50天 那么项目实质过程 是可能会发生一系列可以索赔的事件 如果发生了可以索赔的事件 你比如说这些索赔的公期 我们可以索赔15天 可以索赔15天 那你想 那你原来计划是50天 你如果索赔15天 一共加起了多少 也就是说 核等公期50天 可以索赔15天 加起了那就是65天 那你现在实际公期是60天完成了 你不是退后10天 而你是提前了5天 也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公期降罚 比较的是什么呢 公期降罚 比较的是实际完成的公期 和应该完成公期的比较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实际公期和应该完成公期的比较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基本常识 那么这个应该完成的公期 是有一来一 我们前面讲的 每个可以索赔的事件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发生了事件 事件一 在房屋基础 机空开罚后 发现局部有软弱下部层 那么这个应该属于什么 那么提供的基础资料不准确 真实准确 有问题 那这个责任应该由甲方承担了 拿着甲方代表指示 以防配合机制复查 配合应工为10个工日 机制复查后 根据经甲方代表批准的 低级处理方案 增加人采集费应4万块钱 那么以低级复查处理 是房屋基础作业实验延长3天 人员窝工15个工日 好了 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 那么工期延长3天 那么你要注意 能复得到索赔 你就得看一看 他有没有超过他的总值差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 也说要应到总值差的一个问题 钱的问题都是要索费成 都是要给的 因为甲方的责任 这是世界一 这一个责任的归属 看下面 世界二 在发射塔基础施工时 因发射塔原世界尺寸不大 那就是又进世界变工了 甲方代表 要求拆除以施工的基础 重新定位施工 由此造成应工30个工日材料费 1.2万 基础裁判费3000元 发射塔基础作业实验 拖延两天 好了 这个责任又全部是甲方的 这个又全是甲方的 那么这个地方 仍然工期索赔 要看总值差 钱的问题都是要给的 是要猜 在房屋主体结构中 因施工极限故障 人业无工八个工日 该项工作作业实验延长两天 好了 这个工期和复营 是什么都不给的 因为施工极限故障 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这是大家注意的 我们再看世界四 在房屋装修施工基本结束时 甲方代表对母向电器按管的 辐射 辐射位置是否准确有异议 要求以防进行 剥露检查 检查结果为母部位的偏差 超出规范的允许偏差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 那么那个对尹壁工程 尹壁以后重新检查 检查不合格 那么检查不合格 大家要注意延误的工期增加的 肺炎那是怎么样 完全由承包人承担 因为这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个 以防承担的责任 因为质量责任由先 质量不合格 负饮工期这些全部是不给的 这个是全部不能给的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再来往下看 世界五 在辐射电缆时 以以防购买的电缆线材质质量不合格 那么要求重新购买 那么谁采购谁负责 以防采购的材料不合格 那应该由以防负责 所以这个是不能给的 那么造成这个作业实验延长 增加硬工 以材料损失 这些统统都不给 世界六 因为该工程工期较紧 经甲方代表同意 以防在安装设备作业过程中 采取了加快施工的技术组织措施 使该项工作作业实验缩短两天 那么措施费为六千块钱 那么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给不给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细节问题 什么细节问题呢 也就是说我们约定俗成的都是这样来处理 一定要注意 我们按理分析这个坑 一定要注意遵循教材里边 它一些处理问题的思路 因为这个案例 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些时候处理一下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说是不遵用教材的话 那你这个答题的时候就没法打了 那么并且我们每年的命题 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原则 它会充分尊重教材 在这里你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是说怎么样了 说甲方代表同意 好像是说 应该走费筹理似的 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个地方 只要是看到背景里边原来有公期奖罚问题 只要是原来背景里边有公期奖罚问题 那么这笔钱就不会再单独付了 为什么不应再单独付了呢 就是这笔钱 应该用我们的公期奖罚来兑现 换句话讲 那你现在赶工增加了钱 那么你也是获得了什么 人家甲方将来给你的提前的赶工的奖励 这个提前竣工的奖励啊 就是用那笔钱来补偿 你这个赶工的费用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处理啊 注意这个问题的处理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十一六 就每个事业能不能索赔啊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啊 就不再说了 自己看一看就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教材里边233一生 他答案里边十一六 看这句话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给出呢 我们把这句话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只要是看到了 我们背景人里边 有一个更期奖罚标准的时候 再看到说 那么为了赶工的时候 一些技术组织措施费的问题 都应该有谁承担 有承担人自行考虑了 因为通过采取技术组织措施费 应时施工提前 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 规定的这个更期奖罚的办法处理 以赶工而发生的 即使用技术组织措施费 应用以防承担 好 这句话在教材里边 把它划出来 要做一个基本质点来把握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案例的问题一 这个呢 我们就这样一分析就完了 他的问题二 说该工程的 实际工期为多少天 我们来看一下 那可得到的工期补偿为多少 工期奖励为多少 好了 大家要注意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的出现 实际可填数多少天 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 大家要注意 什么是实际工期啊 我们在做齐的时候呢 当然有不同的做法 你比如有人说 我就看每个世界它的延误 有没有影响 超过总时差 超过了 然后我看怎么分析一下 我跟你讲那样做非常麻烦 黑人也出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生的这些事件 它有可能在我们网络图里面 它是平行的 一旦在网络图里面是平行的 那么A工作你说延误了两天 那么我们顺口说 A工作如果延误两天 那么B工作延误了两天 难道它最后加起了这种工期影响四天吗 不一定 如果A和B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那它是影响工期四天 那如果A和B是平行工作呢 那它就延误两天就完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说计算十亿工期的时候 所谓的利用 我们每一项工作延误的天数 跟它的总值差来比较 然后看影不影响工期问题 我给大家讲这种办法并不可靠 很容易出问题 那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 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办法 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十亿工期的计算 你放心好了 这个网络图 它的条数一定不会多了 我们考试的网络图这些年来 基本上条数不会超过五条 不会考的很复杂 那么什么是计划工期 什么是实际工期 大家注意 如果每项工作的持续实验 是计划持续实验 那算出来的工期就是计划 计划工期 就是里面每项工作持续实验 都是计划的持续实验 算出来的工期就是计划工期 那么什么是实际工期 如果每项工作的持续实验 是实际持续实验 就是每项工作的持续实验 是实际持续实验 那么这个时候算出来工期 就应该是实际工期 那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了 实际工期应该怎么算 我教大家一个最安全的办法 怎么做 就是把每项工作的计划持续实验 应实际实验来代替 最长线路长度 就是实际工期 你不要去管甲方的原因 还是乙方的原因 你不要去再去区分了 因为实际工期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一道索赔的事情 你不要管实际的原因 就是把每项工作的计划持续实验 应实际实验来代替 最长的线路 它的长度就是实际工期 那么以这个题目为例 我们来看事业一 说是延长三天 那么延长三天 原来是八天 延长三天 相当于变成了十一天 事件二 延长两天 法射塔基础 那么延长两天 相当于变成六天 那么事件三 那么机械故障 主体结构机械故障 延误两天 相当于变成多少 十二天 那么再看后面 房屋装修施工 基本结束时 房屋装修里边 那么这个地方 它是延误了一天 相当于变成了十三 事件五 那么电缆辐射 那么电缆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说是延误了四天 作业时间延长了四天 那就相当于 在辐射电缆里边 变成了九天 变成了九天 那么下面事件六 缩等了两天 试试安装 缩等了两天 原来是六天 缩等了两天 就变成了四天 好了各位 把每项工作的计划 持续时间 应实际时间来代替 最长线路的长度 就是实际工期 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实际工期 应该还是中间 这一条是最长的 一眼就能够 看得出来吧 我看一下 是不是呢 我们看上面这个地方 是十六 十六加六 这里是二十二 肯定是下面这一条 中间这一条 我们来看一下 是多少钱 那么十一加十二 是二十三 二十三加十三 是三十六 三十六加四十 四十 四十加二十 四十二天 好 实际工期是四十二天 大家要注意 拎我这个办法来做 拎我这个办法来做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注意这个思路 把每项工作的计划 持续时间 应实际时间来代替 这样 它永远不错 永远不错 好了 这是实际工期 这是实际工期 实际工期四十二天 那么我们原来计划工期有了 那么我们可以所配的工期 算出来以后 那我就问你了 应该完成工期多少 我们说 他问我们说是 说工期奖法多少 刚才我分析过了 工期奖法是比较什么 实际工期 与应该完成工期的比较 这个大家可以在教材的 二百三十二一上 这个问题二的旁边记一下 工期奖法怎么算 是实际完成的工期 与应该完成工期的比较 应该完成的工期等于什么 等于计划工期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 应该完成的工期 等于计划工期 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 应该完成的工期 等于计划工期 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 好了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工期奖法也就搞定了 工期奖法也就搞定了 那么这个题目呢 它我们可以索赔的工期 可以索赔的工期 那么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是可以算得出来 可以索赔几天的 可以索赔三天 可以索赔三天 那么这个索赔三天 怎么出来的 这个事件一 这个地方可以索赔两天 这个地方可以索赔两天 那么还有一个 是可以索赔的 还有一个是可以索赔的 那么我们 这个可以索赔的天数 其实你需要单独来算一算 需要单独来算一算 可以索赔的天数 事件一里边呢 事件一可以索赔三天 事件一可以索赔三天 事件一就是 这个地方事件一 可以索赔三天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索赔是成立的 这个可以索赔三天 事件二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 突然两天 这个地方是否辅 那么你得看一看 它的总是二十几 是吧 它的总是二十几 把这个算一下 把这个算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是几天 那么这个地方是两天 可以索赔两天 可以索赔两天 那么你再看后边 再看后边 这个主体结构里边 这个延长两天 这些故障是自己的 这个是不给的 事件四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不给的 事件五 那么以防购买的 也是不给的 但要注意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那也就是我们 可以索赔的天数 可以索赔的天数 是多少天 可以索赔的天数 是这一个三天 是三天 这个两天的话 那么发射塔基础 不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发射塔基础 是应该在哪里 发射塔基础是在这里 就这个两天索赔是不成立的 发射塔基础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两天索赔是不成立的 我们就只是可以索赔三天工期 可以索赔三天工期 我们原来的工期 计划工期多少天 是38天 那么可以索赔三天 那应该完成的工期 就是41天 现在实际工期42天 那就是怎么样 延误一天 发一万 就这么简单 就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他这个教材这个答案 在写的时候 他其实写的不够清楚 他只是说呢 就哪些事件 可以提出工期补偿 和分应补偿要求 为什么 实际上 他没有在这个地方 写的非常的清楚 可以索赔几天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说一下 事件一呢 刚才我们分析了 事件一 可以索赔三天 就这一个可以索赔三天 这一个可以索赔三天 事件二呢 没有朝我总裁 这个工期索赔是不成立的 后面事件三四五呢 这些都是以防自己承担责任 也都是不给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题目呢 可以索赔三天 原来的工期是啊 38天 计划工期38天 可以索赔三天 那么也就是说 应该完成的工期是41天 我们刚才算了 实际工期是42天 说一说 延误一天啊 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 工期讲法比较谁啊 我再说一遍 是实际完成的工期 与应该完成工期的比较啊 是实际完成的工期 应该完成工期的比较 那应该完成的工期 等于计划工期 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啊 这是大家有注意的啊 当然这个38天 我刚才就没有再给大家算啊 实际上 这个地方就是照着我们这个土耗 最初的这个进度计划 正前这条线啊 那么一加就是38天啊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计划工期嘛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啊 注意这个地方就行啊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合同工期 而且本来就是38天啊 背景里边其实也已经告诉了38天 那么我们这个进度计划 原来正好是38天可以完成啊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问题二 好了 这个呢 问题二呢 我想大家还是一定要吃透的啊 还是一定要吃透的 那么教材里边 这个232页上这个问题三 他这种说法 说是假设工程所在地 人工费的标准98元美工日 引用甲方基于补偿的窝工 人工费的补偿标准 为58元美工日 给工程增和取费为职业费的 百分之二十六 人业卧工费 卧工的增和取费为 卧工人工费的百分之十五 在更生结段是 以方得到索费款多少钱 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不再要求大家再看了呢 因为这种造假形成的计算思路 现在并不符合我们青南记 下的造假形成思路 考试呢 严格意义上是不会再这样考了 什么增和取费啊 不会再这样说了 所以说这个题目呢 他的问题三 我们就不再做要求了 也可以不看了 就是这个案例的问题一和问题二 要求各位展望 尤其这个问题二 你要清楚 我们考试考一个公级讲法 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二 要重点掌握一下 当然这个问题一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 是跟我前面讲的一些典型的索费事件 那么就是那些支持点 放了一起来考你了 也就是说事业一呢 其实主要就是考一下 我们原来这个学过的那些 责任的风险分担的一些基本支持点 大家注意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好这个案例呢 问题三你就可以不看了 我们问题一问题二 把握住就行了 好了 这个题呢 你看一看就行 这个题我都觉得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不做 好 接下来呢 大家翻到教策的237页 我们来看教策的案例11 这一个案例呢 大家注意是要重点掌握的 这个案例 我要求各位客家是要独立的做一做的 因为这个案例的这个出去的神度啊 难度以及这个思路啊 已经非常像真题了啊 又就已经非常接近真题了 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说二是某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了某工程施工总策划合同 合同约定 工期是600天 工期每提前我拖后 奖发一天1万啊 就是一天1万块钱 含税费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工期奖发问题了 经甲方同意 以方讲电梯和设备安装工程 分包给具有现用自制的专业承包单位 并发 分包合同约定 分包工程施工进度 必须服从事工总承包进度计划的安排 事工进度奖发约定 与整承包合同的工期奖发相同 因发生假方的风险事件 导致了工人窝工的结业显示不应 直击去归费的事件 好了 各位 把这句话划出来 虽然我们这个地方 他是说合同里边这么约定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如果说是有区非 我们这个风险事件和责任事件的时候 往往是拿着这个原则来处理 我们上面那个题怎么说 以假方的责任事件导致的时候 还应该寄取现场管理费 而这里说 以假方的风险事件导致的时候 只寄取归费的事件 就是风险事件的时候 就不再寄取现场管理费了 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把这句话划出来 这也是我们说的案例 那个教材 他这样编写 但是也一直还没有考的一个地方 所以假方的责任事件导致了工人窝工结业闲置 除寄取归费的事件外 还应补偿现场管理费 这就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 说补偿标准 约定为每天500块钱 好了 你看这个地方他怎么说的 这里说 按照每天500块钱说的 而我们上面那个题 教材里边那个案例 他说的是现场管理费 费率是多少 这里说每天多少 但是不管他以什么方式告诉 你要让我算现场管理费的时候 那你肯定得告诉我 这个现场管理费是多少钱 是吧 你得告诉我 那如果压根就没有出现现现场管理费这个事 那就意味着什么呀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缺乏三人事件和风险事件了 那就都不给啊 就都没有所谓的现场管理费的问题 只有归费和数金 就是外公费发生以后 只有归费和数金 我们这些年代 基本上都是只靠归费和数金的问题啊 那么以发案是提了审根网络计划 如图五万八所事 并得到了批准啊 有了这样一个网络图啊 有了这样一个网络图 事用过程发生了以下事件 这个题目呢 他就让我们还是要来看啊 那么发生这些事件以后啊 让我们 那么分别针对这些事件呢 问我们能否得到这个 公期和非议的索赔问题 当然这个案例的问题一呢 他还是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 说从公期控制的角度来看 该工程中的哪些工作 是主要控制对象 实际上这个地方主要控制对象 就是什么 哪些是关键工作啊 就是哪是关键工作 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问你是关键工作 那你就直接写顿号就行了啊 某某某工作顿号 某工作顿号 某工作顿号 这叫关键工作 如果为你控制了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那你就应该有箭头啊 就应该圆圈一圆圈二这样 那就是同路 或者是A箭头 B箭头 就是有同路 你要看清楚 问的是线路 还是工作 如果是线路 就应该有箭头表达啊 那种表达方法 如果是为你的工作是哪些啊 那你就找关键线路啊 上了关键工作就可以了啊 关键工作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题目里边呢 这一位的话 你看一下总办啊 所以找关键线路 哪是关键线路啊 这个题目呢 我们如果只是找关键线路的话 非常的简单啊 你看这个肯定是 那么你看一下中间这一条 这里是40 这里是40 这里是200 那么这个是最长的啊 就是关键线路是中间这一条啊 这个呢 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简单 它的问题二呢 是让我们真正对这个美洋事件呢 能否提出工期和飞行索赔啊 这有什么理由 各位这个案例的重点啊 这问题二是一个最重要的点啊 那问题三 它是说并放引智能机组 推运货 导致的工人窝工啊 足利 设备闲置费用 有谁给予补偿啊 这个 先看一下第四个 公期索费多少 实际公期多少 公期讲法多少 又有公期讲法问题 那么再后面 问题五啊 也是这个题的一个难点 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这个钱 到底应该得到多少钱的问题 一说我们考试啊 这个题目 也就是这样一个考法 怎么考啊 公期可以要回多出来 钱可以要回多出来 好 我们就一页来看一下 这些典型事件啊 那么这个案例的这些事件啊 应该说都非常的典型啊 它的公期计算也罢 以及它的飞行计算也罢 也非常的典型 所以这个题目啊 我们要求各位 客厦是一定要独立做一做的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世界一 7月25日至26日 基础工程施工时 由于特大暴雨 引起洪水突发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意味着它要考什么呀 那么理解为是不可抗力 导致现场无法施工 基础工程转员队 30名工人窝工 天气转好后 27日该转员队全员进行现场清理 所有机械持续闲置三个台湾 台湾费是800元美台湾 28日以防安排该转员队 修复被洪水称呼的部分基础 12立方米 综合单价是480元美立方米 那么现在其实你注意哈 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一般不太喜欢考索赔 是否成绩成这样 他就直接让你算 工期是多少 可以索赔的情况下 工期给多少 费用给多少 我们接下来就是一项一项的来算 事业一 如果索赔成立 那就直接把账算清楚 给工期给多少 费用给多少 直接算清楚 我们考试的时候也都是这样来考的 那你现在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问题哈 25日至26日特大暴雨 引起洪水头发是不可抗力 后面27日 那么全员清理 28日 那么修复被洪水冲发的营救 这个道路 12地方米 这个地方呢 你要注意了 我们说不可抗力事业 发生以后 我们说过 那么有两句话哈 第一句话是延误的工期 降与受盈 第二句话 承拔人承担自己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皆是为损害 即停留的费用损失 剩下的都是发报人的 那你要注意 你看这个题目呢 他妙在什么地方 他就没有告诉你 直接是几天的问题 需要你自己来判断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说延误的工期 降与受盈 这个延误的工期 这个地方 你到底是要找几天来考虑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同志们 我们很多人认为呢 好了 25 26日 这两天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那给两天 大家要注意 就错了 为什么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内涵 我们说25日 26日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但是27日线上清理 28日 修复被衡水冲发的部分基础 27日 28日 这两天的工作 事物也是由于不可抗力发生 所导致的必然的延误时间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所说的不可抗力发生 以后的延误的工期 降与受盈 这个延误的工期 它不仅仅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不仅仅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还包含了不可抗力发生 所导致的必然的延误时间 这个概念 一定要理解透它 因为我们造假公司考试 他就很喜欢给你考 就是你的 一个很重要的职业使命 就是要算账 那你得把这个数算准了 同志们 那也说这个地方 一定要搞清楚 工期延误几天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地方 延误的工期是四天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是要的四天考虑 为什么我们说 不仅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还包含了不可抗力发生 所导致的必然的延误时间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比如说地震 这水不可抗力吧 我们08年汶川地震这么大 地震也莫似没有地震几个月吧 有人说不是还有余震 那个余震后来都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真的发生大的事故就那一天 好了 你如果只是不可抗力发生期间 那我们就赔那一天 那那一天赔不赔的 好像影响也不大 是不是 大的是什么同志们 不可抗力发生以后 现场还能不能干活呀 路还能不能通啊 等等这些问题 也说呢 我这样一举例子 又应该非常的好理解了 应该非常的好理解了 那么也说 首先判断 这个不可抗力这个地方是四天 那你要看这个四天 有没有超过总值差 因为是基础工程 它是关键先路上关键工作 所以说这个四天 那么索赔是成立的 这个四天是成立的 就是工具索赔 这四天是成立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什么呢 那给钱给多少 我们接着一起把这个钱 就是把这个钱也说了 这个钱给多少呀 你看 那么 30名工人 窝工 大家要注意 窝工这个是不给的 25 26这两天的窝工是不给的 但是27日该专业队全员现场清理 那我干活你得给钱了 多少个人干活 30个人干活 你再看 手营机械持续闲的三个台湾 这个给不给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闲置费营 窝工费营 就是252627 这三天都是承包人自己承担 就自己的机械的窝工 提供损失 自己承担 这个是不给的 那么在后面 那么干活修复充费的部分 被洪水充滑的部分基础 12立方米 那这个是要给的 同志们 这个是要给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 这30名工人干了一天活 是要给的 这12立方米的钱是要给的 那么这个钱到底怎么算 我们接着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每个事件 我都是按照我刚才这个思路来分析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钱应该怎么算 你看他背景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说假设工程所在地 人工费的标准是80元每公日 我工人工费的补偿标准为50元每公日 机械闲置补偿标准为 正常台湾费的60% 该工程管理费 拿着人财机利润之盒的6基区 利润拿着人工材料机械管理费之盒的4.5基区 贵费拿着人财机管理费之盒的6基区 增实力0.9基区 问得到费用值多少 好了 我们现在的距离来看一看 这个题目里面它费用值的计算 这个呢 当然你也可以放到我们教授的240页上来看 我们接下来呢 就一一的来说一说 一一的来说一说 这个钱 你要注意 管理费0.6 利润0.4.5 那么贵费0.6 这又是那个什么 人财机管理贵税 这项形成造价的那个问题 也说在这个题目里面 你要注意它涉及到什么 在10.1里面 增加硬工 30名工人干活 你要注意 这是按照人财机管理贵税 这条线来做 同时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什么内容呢 它说 综合单价480万美立方米 那么基础是12立方米 你要注意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按照我们这条线来形成造价 一是我们造价计算有两条线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大家要注意 造价计算还有一条线 是让它造价形成来划分的 有分不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费 其他项费 鬼费和税金 大家要注意 你说我们造价计算有这么两条线 考试时候你要看清楚 你这项工作所赔的时候 到底是哪些线算 你想刚才我说 你人工费的增加 是按照我们左边这条线来算的 而你现在说 12立方米1立方米480 那么一乘就是分不分项工程费 那就是这 就是应该按照这条线来算 按照这条线来算的时候 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我们分不分项工程费 那么给措施项费和其他项费是平行的 那是平行的 这里边都已经包含了管理费利润的问题 因为综合单价里边 这是个基本概念 送往单价里边是含了管理费和利润的 但是没有含什么 没有含贵费和税金 所以说还得再考虑贵费和税金 这就是这个题的难点 你看一下这个造价的计算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如果基本概念不清楚 稀里糊涂去做一下就完蛋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值的计算 好你看30名工人干了一天活 每一个工人是多少 因为工人单价是80块钱 好了这是人工费 6%是管理费 4.5% 是什么东西呢 4.5%是利润 好这里有个夸号 这是我们说的管理费和利润 那么12乘以480 480是综合单价 好了你看一下 整个号里边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人采集管理的五项内容 后面6% 9%是贵费和税金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后面6% 9%是贵费和税金 这个地方的6%是什么 是管理费 这个4.5%是利润 有人讲你这个480 后面为什么不乘以 6%4.5%了 我刚才强调了 因为这个480 已经是综合单价了 既然是综合单价了 就里边已经包含了 人采集管理这五项内容了 这是大家注意的 是人一的分锁赔 这个是一定要掌握的 一定要掌握的 这是一个出的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也就是说 它的造价计算 提起来很清楚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题 按理9 我就没有要求你再会 因为我们大家计算 不会拿到那个角度考 但是我们正在讲的 这个案例11 你就必须要掌握 必须要掌握 好了 这是设计1的分锁赔 我们再来看时间2 说8月7日至10日 主体结构适用时 乙方租赁的大摩板 未能及时进场 乙方自己承担责任了 随后到8月9日至12日 耕虫所在地区供典争断 造成40名工人 持续网工6天 所有机业持续闲置 6台外 你要注意了 这是不是一个 共同延误的处理 你就画一个手 7 8 9 10这4天 7 8 9 10这4天 你可以画一下 7 8 9 10这4天 后面的 9 10 11 12 后面的9 10 9 10 11 12 好 这4天 那么是供典争断 那你要注意 供典争断是什么 是甲方的责任了 但是这个地方 属于共同延误的处理 在共同延误期间 那么大家要注意 有初始的责任者承担责任 那初始责任是什么 那是乙方呀 因为乙方租赁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 是不给的 给什么东西 这两天是要给的 那就是这两天的 这个 这个供期和费 是要给的 这个我供费的计算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我供费的计算 那么 关于供期 这个地方 你要看 初始结构施工的时候 有没有影响供期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关键线路上 主始结构施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所以说这个地方 那么应该给什么 供期补偿的话 应该给予两天的供期补偿 这个应该给两天的供期补偿 那么 费应给多少呢 你要注意了 只给最后这两天的费应 给这两天的费应 那么这两天的费应 你要注意它是什么 它是窝工呀 那你要注意窝工的时候 怎么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40名工人 窝工了6天 那只能拿到几天 给啊 一共窝了6天 一共窝了6天 更死在地区 更年争断 造成40名窝工6天 你看窝了6天是什么 那么 不是以防足利 我把这个地方有关系吗 是不是 那么大家要注意 一共窝了6天 但是只给几天 只给两天的 只给两天的窝工费 那么这两天的窝工费 借闲费 也是只给两 两个台班的 只给两个台班的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是一个窝工费的 一个计算标准 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面说了 人员按照50块钱 借闲费 按照60来考虑 好了 这是首先把标准搞清楚 同时还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出现了现场管理费 每天给多少钱 那么大家要注意 我们说你甲方的责任 实验导致的时候 是不给的 但是你甲方的风险实验的时候 是要补偿现场管理费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停电 是什么事件 大家要注意了 停电这个问题 应该是由甲方的责任实验 可是甲方的风险实验 而不是责任实验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那就应该怎么样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关于停电 就应该给什么东西 大家注意 停电的话 那就它是一个风险实验 停电是一个风险实验 风险实验 就应不应该寄取呢 应不应该寄取 现场管理费 风险实验是不寄取的 责任实验才寄取 你注意这个常识 因为为什么责任实验 是我要对你惩罚 说本来就多 你要多拖着钱出来 这是风险实验 风险实验是不寄取 现场管理费的 你注意这个背景的说明 你看一下40个人 那么一共是两天 每个人是50块钱 那么后面是两个台班 台班单价是900乘以60 那你注意这个地方 一加百分之六 是什么 贵费 一加百分之九 是税金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什么呢 没有那个现场管理费 因为这是风险实验 风险实验是不给现场管理费的补偿的 注意这个常识 好了 这是实验二 那我们再来看 实验三 说无面工程施工时 乙方的老五分拨队 未能及时机场施工 造成施工实验 突厌八天 那么乙方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这个什么都不给 供期和复应 这个都索费不成立 实验四 设备安装管理费 甲方采购的智能机组 因质量问题突压货 那么这是甲方采购的 应该甲方负责了 造成丙方12名工人 卧工三天 足连的施工机 职业闲置三天 租赁费是每天600块钱 设备万工实验 拖延三天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来关注 你看 那么关于这个设备安装 那么 他是 延误三天 因为设备安装 也是关于陷入管理工作 所以这个地方 工区索费也是成立的 那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钱的损失问题 应该有谁承担 那么也是应该有 这一个 甲方承担 这个倒没有问题 应该有甲方承担 那么这个甲方承担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事件 甲方财务的这种机组 你质量完全突然货 这是责任事件 还是风险事件 这是责任事件 责任事件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什么东西了 就应该要 现场管理费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世界三 他给的钱 是多少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四的这个费用索赔 应该给多少钱 那你看一下 世界四的费用索赔 给多少呢 因为它是啊 一共是有 多数名工人 刚才讲 一共是有12名工人 我工三天 每天我工费是50 那么这个地方 是六块块钱 那么租赁费 三天 你要注意 一定不要忘了 后面有个三乘以五百 这个三乘以五百是什么 是以甲方的责任事件 导致的现场管理费 在教材的240事件上 把这个三乘以五百划出来 这就是这个题呢 它与种不同的一个地方了 跟刚才那个地方不一样 刚才那个地方是没有 现场管理费的补偿的 后面百分之六百分之九 这是啊 贵费和收金 好 这是世界四的费用索赔 这是世界四的费用索赔 我们再来看世界五的 说明甲方对室外装修设计的 效果不满意 要求设计单位修改设计 这是图纸交付 也拖延 使室外装修作业 推迟开工10天 我工50个工日 租赁的收集 减至10天 那么租赁费用每天是700块钱 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索赔是否成立呢 这个索赔是否成立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了 那么你想甲方的原因导致的是吧 那么应该是甲方成了责任了吧 甲方成了责任 甲方成了责任 那么这个室外装修 推迟10天 那你得看一看 它赢不影响工期啊 赢不影响工期 你看室外装修 它是不影响工期的 所以这个地方 工期索赔 不成立 但是非索赔 这个地方是成立的 非索赔是要成立的 那么这个地方 仍然也存在刚才那个问题 那么乌工费的计算 拿着乌工费的标准 要不要考虑 这个现场管理费呢 当然也要考虑 因为是甲方的责任 是要所导致的 所以乌工费也是要考虑的 好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就现场管理费也是要考虑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 我就不再去一一的给大家说了 这个地方的计算是一样的 就要考虑现场管理费 看世界6 应甲方要求 以防在实力装修施工中 采取了夹快实力的技术组织措施 使实力装修施工时间 缩短了10天 技术组织措施费用8万块钱 这个呢 我们跟刚才那个题目是一样的 那么什么问题啊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虽然说是甲方要求的 但是我们讲 只要在由更起甲法的 这个措施的这个标准前提下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放到我们这个措施费率啊 就是赶工的那个 那个奖励里边去考虑啊 就不再单独来给补偿 大家注意这个呢 跟刚才那个事件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单独说了 好了 这是这些事件呢 到底索赔是否成立 已经给多少钱的问题啊 大家要注意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案例的 问题2和问题5呢 就讲完了啊 问题2和问题5 我们就讲完了 问题2 到底能不能索赔啊 那么问题5 索赔多少 我们都已经算完了 现在再来看 他的问题3 说丙方因智能机组 突然或造出了个人窩功 和足领节设备闲理费用 有谁给予补偿啊 这实际上 就是一个基本的合同问题 我们大家注意 在处理索赔这个题目的时候 要把握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没有合同 不发生往来 那你想一下 丙方是谁的 丙方是跟乙方签了合同啊 那么甲方给丙方造成的不利影响 那相当于什么呀 应该是乙方问甲方要 丙方问乙方要 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因为你丙方跟甲方之间没有关系 因为丙方是一个分包啊 分包你是跟实用单位签了合同 跟我建设单位没有签合同 就把握一个原则 没有合同 不发生往来 大家注意这个常识 在下面说 工期索赔多少天 工期索赔多少天 那就是我们刚才的 每个可以索赔的事件 是吧 把它加一加 实际工具多少天 工期甲方多少天 多少万元 那么这个问题 跟我刚才的思路 是完全一样的 实际工期怎么做呀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学会我教你的办法 那么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你说实际工期应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不要按照 我们教材的办法去做 就是教材的239页上 最下面有一个爽口的2 它有一个实际工期的一个分析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要去这样做 这样做 你很容易出错 原因呢 它就是有可能 它会有一些平行的工作出现 容易出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就给大家讲 实际工期的计算 就拿着我教你的办法 把每项更多的计划持续时间 应实际时间来代替 把每项更多的计划持续时间 应实际时间来代替 那么这样做的话 能够保证你永远都不错 你可以来代替一下 基础工程延误了4天 变成了124 主体结构 延误了6天 你不要管其他原因 变成了206 那么下面 无面工程 那么延误了8天 相当于变成了38 变成了38 那么世界4 那么延误了3天 世界4设备安装 延误了3天 就变成了43 变成了43 甲方对室外装修设计不满意 延误了10天 室外装修不满意 延误了10天 变成了110 因甲方要求 那么室内装修缩暖了10天 那么这个变成了19 好了各位 你就这样 把每项更多的计划持续时间 应实际时间来代替 最长限入长度 就是实际工期 那么应该完成的工期是多少 计划工期 就是我们的合同工期 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 那就是应该完成的工期 实际完成的工期 与应该完成工期的比较 那就是工期奖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思路 其实考工期奖法 对大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需要你前面 每一个可以索赔的时间 可以索赔几天 一定要计算的非常准确 如果出了问题 那么你那个应该完成的工期 就做不对啊 因为应该完成的工期 等于计划工期 加上可以补偿的工期嘛 那你只要那个不对 那你后面这个一定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案例提到一个处理 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求各位客厦呢 要作为一个典型的题目呢 一定要独立的去做一做 要独立的去做一做 这个题目 你手感到考试状态 那么盖起来 即时去独立的做 看能不能很顺利的 把这个题目做出来 大家要注意这个题 要重点掌握 重点掌握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要注意这个题目呢 感谢观看